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规模比海岸新城还要大 其实现在整个平沙新城 只不过是一万元军价出头 其实也了解到这个楼盘 现在有一个特价单位 九千多元也有成交 而且最有一个特色就是可以看到海景 事不宜前直接进去 我们下期见 一会儿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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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新城之江的销售中心 由我来这边 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位置 首先 这个平面图 就是新城之江所在的 一个区位图 首先和大家比较在横观的方面去介绍 首先整个珠海的分布 就是以这条西江 分东西两边 其实整个珠海 它分了有五大区域去发展 包括这一边 你看到有两个圈 这边就是我所说的叫老城区 也就是香州区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圈的 其实是横琴新区 自贸区 这边就是航空新城 另外一个区就是我们这边的 平沙新城这个区域 整个珠海来说 都是看着这五个圈圈去发展的了 目前来说 我们说回香州区 基本上来说这边 没有什么大的发展空间 亦都是属于一个老城区 兼且这个区域来说 都是楼价去到 一个比较摩顶的状态 横琴这边的话 其实它主要发展 都是以商业为主的 住宅来说 只是占入7% 8% 所以物置稀为贵 这边的楼价 都去到一个五六七万的价钱 非常之高位 最重要的 它的发展 主要是以商业为主的 这至楼居多 另外 看回来这边的话 就是最近 都比较关注的 比较大的一个区域 就是河河新城 河河新城的话 其实从13年开始 发展到现在的话 其实这边的发展 已经开始有成年的规模 包括这边也有很多楼盘 包括我们之前也在说的 这个 保里香槟国际 其实保里香槟国际 早前的话 在13年进驻到 这个河河新城 它卖价价钱的话 只不过4000至5000元 一个均价 现时的话 已经升到 2万5元一平方 包括这些 保里时代 和最近 这个 九州保里天和 这些价钱的话 都是2万6 2万7的价位 所以河河新城这边 发展的话 都有一定的时间 另外这边的话 就是这边的 平沙新城 平沙新城的话 其实是和 河河新城的话 是同时去发展的 因为当时政府 因为这边的 老城区 一个发展的饱和 其实他们很早 就要向西发展 东托西进的概念 所以西边的话 其实同时 画了两个圈 主要先开始 就是扶持了 这边的河河新城 其实平沙新城的话 也得到现在的一个重视 平沙新城 现在整个军价 只要去到1万元的一个出头 其实平沙新城这边的话 它也有一个自身的 一个发展的空间 其实平沙新城的话 看下边 是一个高栏港码头这边 这边 这边也划分了一个经济 经济区出来 我们叫做高栏港经济区 其实高栏港经济区这边 非常之多的这些企业 珠海有三分之一的大型企业 都是集中在高栏港这边 其实高栏港除了是一个 深水港码头 深水港码头 也是一个企业的集中地 包括这边有世界的五百强 有三十多家 是住在这边 还有 我们现在是香港的李嘉诚 李嘉诚 其实他们都有投资到在这边 所以这边的话 占了经济总量是珠海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珠海的经济十分之一 是产自于高栏港这边 因为这个深水港的这个企业 是的 没错 而且我们知道珠海有一个很出名的企业 叫格力 格力原先是在老城区这边 其实他现在都要开始 逐渐将他的企业 公司总部 开始去计划 去搬迁到高栏港这边 所以说高栏港这边的经济区的话 将来会更加多的大型企业进驻 人口方面的话也都越多 人口多了之后 其实他们一个居住性的需求 非常之膨大的 所以说现在来说 亦都非常之多的企业 在进驻 亦都非常之多的人 在这边办公 其实他们的居住需求 都是往周边去考虑的 其实现在来说 航新城这边的价位 已经去到一个二万多 甚至去到三万元一个出头 所以说这边的话 都在说一个万多元出头 对 差一倍 对 三分之一的价钱接近 所以这边是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包括这边的需求 也很大 其实说这边的话 交通方面 其实现在的发展来说 交通方面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说的是 路通才财通 所以说交通方面 这边除了有四桥 然后多条高速 还有两条高铁 在这边 四桥便四桥 跟大家讲一讲 首先在这边 香海大桥 以及这边的 航海大桥 航海大桥 是港珠大桥延长船之一 以及这边 金海大桥 另外一条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 黄茅海大桥 其实在这边 黄茅海大桥 在今年的六月份 已经开始准备动工 将会在2024年通车 通车完之后 这条桥 将这边的珠海 接驳到一个越西地区 包括江门 少庆等等 那些地方 这个是四桥 另外还有 多条高速 其实在这个楼片出来 这边大概是五分钟 不到出来的话 就是有高栏港高速的 这条高速线的话 可以接驳到西部沿海高速 从西部沿海高速 你可以接驳到 整个珠三角 任何一条高速线 继而说 一小时 甚至乎两小时 也可以去到 珠三角各个地方 然后两条高铁 包括这边 就会有一个港珠高铁 港珠高铁的话 现时来说 只是保留 用作货运的作用 其实它也保留了 将来的一个客运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条 就是这边 这条叫港珠成鬼延长线 目前的话 已经通过来横陷一边 到时都会和金海大桥 一路延伸到这边 金湾这边 戒二次的话 都可以回到广州 或者其他大湾区 其他城市都没有问题 然后最主要说 现在四条桥 都要跟大家强调 就是这条港珠高大桥延长线 因为港珠高大桥延长线 其实现在来说 已经起到这边 红河大桥将会在今年通车 我们说的就是 一年通一条桥 最先通车就是这条红河大桥 那是韩展 是的 没错 那红河大桥在那条韩展通车之后 将会香港过来 可以沿着这条港珠大桥 直接走一条延长线过来 就是了 那这条大桥这边 也是逐渐起来这边 那将来的话 只需要一个三十或四十分钟 就可以从港珠大桥人工岛这边 过来我这边的平沙新城 那当然现时的话 需要的时间是多 但是将来的话 会缩短至去到三四十分钟 所以也带来了一个 非常之好的一个人流物流 资金流方面的一个经济增长 是的 那还有的话 现在再和大家说这边 楼盘周边这边的配套情况 镜头转过来这边 嗯 Mark 刚才说到这个平沙新城 再和观众朋友说 这个平沙新城里的一个详细情况 OK 那我再和观众大家 大家说一说 这个平沙新城的一个规划是怎样的 这个平沙新城的话 它总线面积的话 是一个二十五万平方公里 那是航空新城的一个 两倍有特的一个规模 那么在这个这么大的空间里面 其实的话 它不单止只是开发一个居住为主 它是集旅游 商务 教育 医疗 等等多一体的一个区域 所以先和大家说一说 这边的分布是怎样的 那你见到的话 这边的红色的这个区域的话 主要发展就是居住的 也都说 换句话来说 将来大部分的这个居住的性质 会集中在这边 其中我们这个新城之江这个楼盘 也是在这个位置里面的 是的 然后这边的话 向西边望到的话 其实都望到这个中心公园 温泉公园 这个公园的话 已经是建好在这里了 这个公园也是会今年的话 会更加去一个完善 因为将来这边的公园 也是由政府去运营的 是的 还有前面这里都是行政办公中心 这个开发用地的话 都是由政府去一手去经营 一手去办公 一些政府机构 是的 都是集中在这边的 然后这边商务中心 商务中心的话 都是这边写字楼 包括将来会有些商务的人士 会集中在这边 还有了解到之前 有一个华法的一个商务区 都会在这边产生的 是的 然后整个平沙新城的话 将会有六间中小学在这边 怎且的话 都是属于一个公立学校 是的 包括的话 你见到这边有两间 这边有两间 还有这边有个平沙新城学校 这个平沙新城学校 这边是一个九年龄的 阶段的一个学校 换言之 就是小学和中学一齐 可以在这边上学了 是的 你不需要去一个转换学校 这样的麻烦 是的 然后呢 新城之江对边马路 就是这个海泉湾的三期用地 其实海泉湾 大家应该都会很了解的了 因为海泉湾来说 是一个5A级的旅游度假村 其实里面的这个旅游区里面 集非常之多的旅游功能 在里面 浸温泉 和神秘岛 还有还有一些休闲娱乐的度假 或者过来自住的等等 很多种性质的 和旅游有关的项目在里面 非常之多的 是的 那这里呢 都是一个海泉湾的三期用地 这个片区的话 还未开发的 是的 开发了的话 只是这里 是的 海泉湾的5A级的旅游度假村 和这个商业中心等等 包括我们之前也有个项目 叫做海泉湾 是的 时光坠 这个楼盘也是在一边的 是的 然后 海泉湾这边的话 外边的话 其实还是国海码头 那国海码头的话 将来的话 是一个 用作是一个 就是坐船去其他地方 我们现在知道的 包括都可以去到香港 回到香港澳門 是的 就是说 会有这样的功能 是的 会留住在这样的功能 将来可以开通去深圳 广州 或者香港澳门 这些外海码头 是的 然后上面这边 还会有一个平沙游艇中心 游艇码头 这些 因为其实这边的黄茅海 是属于一个外海 区域 大海 是的 所以说 也可以去开发到这个游艇 再加上 我们这边 平沙这边 本身都有一个 游艇 一个制造中心在这边 是的 那平沙新城的 这个发展 当然离不开珠海 第三条情侣路的规划 是的 没错 没错 所以整个平沙新城的规划 是非常之好的 再加上 这里还会有一个全生态的自然环境 一个平沙新城的生态公园 这里将会有一个全珠海最大的生态公园 是全珠海最大的 没错 所以说 在这个平沙新城的片区 你居住在这边 不单止得到的一个教育 和医疗上的一个配套 你得到的就是一个自然环境上的一个配套 我们说的这个平沙新城 其实是一个六废之称的一个区域 是的 住在这里非常舒适 抚养离子也会更多 是的 所以说这边是非常之好 再和观众讲一讲这边的楼盘规划 这个楼盘来说 总共是分12栋开发的 是的 现时我们所在的位置 就是所处于这个位置的 销售中心 是的 就是在这里 可以看到的话 11栋和12栋已经卖完 在最早期开售的 这两栋已经卖完 OK 我现在目前正售的是 10栋和4栋的 这两栋是会有这个单位去出售的 整个小区的话 你会看到它的规模 它的开发的理念就是 将内园集中在中间 12栋的一个楼盘 去环绕着这个中间的内园林 所以其实这个中间内园林 也非常之有特色的 首先有六个功能区 包括在这里的四、五栋 的楼下 会有一个盲宠乐园 现在家庭很流行 养宠物 有时候会拖自己的狗仔 猫仔去下楼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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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有个公园给你养养宠物 是的 所以在这里就是一个平台 可以给一些爱猫爱狗人士 可以集中在这边去交流 去社交 也可以给自己的宠物 有一个休闲的地方 然后来到这边就会有一个游泳池 最中间这边 即是一栋和二栋 楼下那边 游泳池是分深水区和浅水区的 然后这边也会有一个康体中心 这边康体中心 是属于给到一些长者 家庭有长者的情况下 可以让他们在这边集中休闲 或者互相整体之间有一个交流的一个区域 然后在七到以下 其实会有一个草坪 很大的草坪 这个草坪是给到有露营 又或者小朋友 那边想来玩一玩 有一个空间在这 这边还会有一个景观的一个旅行亭 所以整个小区里的功能性非常丰厚 现在现象的10栋和4栋 10栋是32层高 这边全部都是16层高 所以它采用这边的建筑风格 都是一个南低北高的空间 即是说 南边的楼要建低一点 北边的楼要建高一点 这样可以对整个小区的彩光 通风最大化 现在10栋的话 是一个两梯6户 总共32层高 4栋的话 是两梯4户的16层高 其实整个小区 现在现象是分6种户型 这边的10栋有3种户型 待会我们会上去11栋看示范单位 因为11栋的示范单位 将会在3楼 11栋和10栋的示范单位是一样的 4栋的话 我们待会上去看12栋这边的示范单位 所以对比较两个单位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景观方面 会有少少出入 15栋是一个小区的自大的幼稚园 是的 没错 是商与幼稚园 是的 没错 而且都会给到这个 政府去打造一个公立的商与幼稚园 是的 没错 因为现在政府来说 拍地给发展商建楼 不是只拍地给他建楼就算 也都需要一个发展商 去承建这些配套 这个幼稚园的话 是发展商去承建的 将来承建完之后 起完之后 交给发展商去管 交给政府 去运营 去管理 属于公立的幼稚园 是的 OK的 我们就去示范单位 看一看 是的 OK的 我们去示范单位 和大家看一看 OK 去看示范单位之前 先了解一下 由我们这个保利的 打造这个项目 看回发展商的一个背景 是的 那你见到 这个保利的发展商 其实在珠海 已经高达有12个项目那么多 其实的话 也有将近一半的 交左楼入住 其中我们这个保利 还是和这个碧桂园合作 是的 非常之大 那这里也展示到 保利这个发展商 在珠三角 那么多个地方 不同的项目 是的 那这边来说 也是一个理念 保利这个发展商 一个五腰的理念 是的 那保利来说 也是属于央企 所以他 这个发展商的产品 其实在内地来说 大家都很放心 是的 都是比较受欢迎的 它的品质 是的 包括的话 你见到这些用料 方面等等 都很广告 这个窗 铝合金的窗 其实都要用到隔音 降噪 这种材料 是的 和这一边 那这边的话 都看到了 这个入户的玄关 是专门订造一个大理石的 是的 那我们稍后 在示范单位 一入门 你会见到地下 是一块零射不同的大理石 那这个大理石 都是由保利 专门订制的 是的 包括它的收纳空间 等等 都是经过设计 方便你们后期的 最优质的 最优化的那种布局 是的 真的可以利用到很多空间 是的 整个小区的话 都有非常多的系统 对于安全方面的话 是很到位的 包括这个 停车的管理系统 以及门户系统 还有这个小区 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人别识别系统 人别识别 以及整个小区 WiFi覆盖 没错 就是在小区门口 你只要你不用带卡 不用带鎖匙 走到家门口 大堂都可以 甚至整个小区的大门 都是人别识别的 非常方便 包括现在都会有 这样的安全系统 在厨房 会安装了燃气的报警器 例如厨房漏煤气 那些 即时会感应到报警 而且报警 会连接到物业中心 还有周边的 这些购物 基本上这些都是有的 一些药房 快山店 洗衣 五根 美髮 等等 这些商业方面 是由发展商 去同一个招商 所以 其实 以保理这么大的发展商 它的招商能力 一定是非常强大的 嗯 这里也展示到了 刚才我在沙盘上 有提到的一个 六大乐园 六大功能区 是 是 再看看 这个 交标的品牌 是 我说 交标上面 再来看看大家的交标品牌 也是有这些 全部都是一线品牌 包括 蒙莉莉莎的一个地砖 嗯 可以加电 现在 其实 建楼的话 都很讲究质量 是不是 好像以前那样 所以 都需要一个很公开 透明的东西 展示出来 嗯 这里也展示了这个 这个发展商 是建楼的程中 一个工序 一个防水隔热 是的 怎样的话 它的屋面 还会有一个 防水隔热的工艺 好像皮肤式的 一个屋面 防水系统 嗯 如果它漏水的话 它会懂得自我修复 嗯 它是用了最先进的一种材料 是的 其实的话 真的 买楼最关键的 就是这个防水 是的 包括这些都是 底板 顶板 天花板 包括长生 那些都需要一个 公开透明的工艺 在里面 所以在大陆现在 买楼其实都是很放心的 嗯 是的 OK 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示范单位 OK 好 Hello 各位观众 我和Ben 就上来这个 实体楼的示范单位 这边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 动作是十一栋 嗯 这里是凉梯陆户 是的 那我们先从这个三楼 这个04户开始 这个是有两户 77平方的 嗯 一进来的话 这里都是属于交流标准的 我觉得非常好 这些鞋柜上 这个很充足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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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个细节 它都连这个 连这个 连这个 扇椅子都可以配合 如果家里有些小朋友 回来 要脱鞋 可以坐着扇椅子 在这里脱鞋 以及锁匙 一进来就够了 是的 这里就有个全身镜 即是触门 或者是回来 是的 也可以看一看 以及这里也有个鞋柜 非常大 有两边的 因为两边是放很多东西的 十几对鞋都可以放进去 摄得很好 是的 还有这边有扶手 即是可以给家里有人 如果不方便 可以拿着扶手 是的 这个设计非常轻轻 非常轻轻 镜头进来看看这边 还有这边也有做了 这些扇椅子里面 可以让你放一些摆舌 或者装饰在这里 这边是放遮掩的 嗯 挺不错 镜头过来看看厨房这边 厨房的话 想进来的话 这个是两房的厨房 可以放一个单门的冰箱 冰箱 这边的三件套 都是带在里面的 就是一个华大的三件套 包括这个七楼烟机 和造台 和这个消毒怪 三件套都是在小道里面的 还有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些颜色 和这些吊柜 和这些装饰板 这些颜色 颜色都是风格一致 和交流标证一致 这里做成一个双盘的设计 是的 这是两房 这是一个两房的厨房 而且两房还有生活炉堂 这些东西 我觉得非常之好 可以把洗衣机放在外面 这里也放了洗衣机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这边的一个角度 和这边的一个空间 是怎样的 非常之好 OK 那去看看饭厅那边 刚才阿Mark说到的 这个厨房的这个位置 其实的话 这栋墙的话 也不是一个承重墙 是可以拨除它 就是做一个开放式 也是没问题的 是的 接着进来这个厅 这里的话 看回整个厅的一个开间的话 是的 3.4米的开间 广度 所以说 现在我坐的这个位置 也是比较舒适的 一个看电视的一个位置 是的 而且的话 现在这种设计 就是一种挂墙式的电视的设计 目测大概65吋电视 都是没问题的 是的 我觉得是的 因为其实两房 你没看过两房 以为很小 其实在空间上边的话 都是一点都不小的 一加三口 其实可以 绝对可以非常充足地利用 是的 那看一下阳台这边 阳台的话 其实和这边的开间是一样的 3.4米 那这边是1.5米的一个宽度 所以画在阳台上的位置非常之好 怎麽且的话 你能看到外面的外景都比较开阳的 那外面的话 你见到这些地 其实都是规划用地 包括将来都会 在这个住宅 和写字楼 商务这边 因为平沙新城的话 是一个非常之大的一个规划 一个空间在这边 嗯 是的 镜头再去看看这边 房间这边的布局 在房间这边的话 两边就是做房的 中间是洗手间 是的 那先看看洗手间 那洗手间这边的话 你看看这个洗手盆 洗手盆这种风格 我就很喜欢的 因为它是将一个去水位 就是做了在最右边 最粒的这边 所以镜头可以数一数过来看看 是的 这种设计 是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我们其实有拍过这么多示范单位 很少用这种设计 而且这些镜头 也是很充足的 你看看 其实市场都已经放了很多东西 化妆品 棉签 这些全部都没问题 而且这些都是防水防潮的一种插座 然后 这边的话 林浴区的话 也是可以的 林浴区这边 首先会有一个扶手设计 这边也有窗的了 到时候后期 把窗帘上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我转身就不会觉得很压迫 甚至它用了一个转角位 所以我觉得在空间上挺好的 OK 而且这边也是一个交纳标准 包括都会有这个 毛巾架 和这个马桶 是的 而且这边到时会有一个 一件枯枯到物业 嗯 嗯 房间那边 看看这个主人房 主人房进来的话 其实看看这个布局 这边也是可以利用到这个飘窗台的这个位置 也可以做一些书台类似的这方面的东西 还有的话 这幅场也是可以作为一个挂壁式的一个电视 挂在这里 整个一米八的大床 就是这方面三边落床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 这个属于主人房 是的 这边的这个位置 也是预留了一个衣柜位 对了 其实可以做路头公分 也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嗯 是的 两个床头柜都可以放在这里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 就是你放一个 这个我们要衡量一间房 它够不够用呢 首先要看它将床 摆不摆到一个双人床 以及摆不摆到两个床头柜 加一个衣柜 是的 这个呢 我们要衡量一个主人房最基本的一个空间要求 是的 那么 这边再来看看 这边的话呢 就是一个客房 是的 最小的一间房 那这间房的话呢 可以做儿童房 首先那边都有窗 是的 你看到呢 这边也做了一个窗帘盒 所以的话呢 这边也可以后期 好像它这样做的一个窗帘 而且的话呢 这个床画是米5床的 是的 所以放在床头柜 最简单是写字桌 在这里 衣柜其实都可以做到的 是的 只不过它这里 做了一个储物架在这里 是的 其实这里完全可以做一个衣柜在这边 是的 所以来说的话呢 这间77平方的话呢 完全可以做到一个 一家三巧 是的 就是度假式的 这一种20度 没错 这些盘呢 我们所谓叫做上车盘 是的 那卫浪里总价的话呢 都是70-80万左右 是的 70-80万 真的是上车盘 首期卫浪里的话呢 都是20-20万左右的上车 那这边的话呢 还有一个示范单位 再来看看这边 那这个呢 是97平方的 是的 97平方一来的话呢 我的风水上面的角度非常之好 首先的话 你开门不会直接 直接件衣服 是不是 会有墙 你后期可以加幅画 在这里 那还有呢 这个97平方的话呢 它这个鞋柜 它配置非常之丰富的 那可以看到了 这边除了有鞋柜 基本的 是的 那和这边的话呢 还要有这个 全身镜 这些 都是齐的了 开门的话呢 都是这些鞋柜 那和这边还有呢 是 那如果有遮瑕的话呢 那些遮瑕就放在这边 是吧 是的 那这里可以放那些鞋 那些 是的 都够用的了 还有呢 你看到地下这边呢 这些大理石 都是鞋柜标准来的 那这个是发展商 是不是 我听说是专程去订製这种大理石 是的 所以说呢 因为做这种风格的话 其实它在后期的话 会更加多需要的人工 和它的时间上去打造 嗯 那进来 这个是一个横厅设计 那横厅设计的好处呢 是真的用到 用好了每一个位置 每一个位置 这个实用 是吧 是非常之高 那这一边的话呢 就是一个 厨房的一个 腰型设计 是的 那这边的话 亦都是预留了一个 雪柜位置给你了 那之后的话 这里是一个工作的 这边是洗菜 是的 那看的话 是交楼标准 嗯 嗯 OK 是的 到时交楼这边 都会有这个躺门的 是的 嗯 现在因为是 臨時的示范单位 它就不做躺门 通常的话 在交楼之后 它都会配迷门的 嗯 那跟大家讲回 这一种 九十七平方的话 这种厅的设计 是真的非常之大的 是的 因为它的长度 去到一个五米七的长度 那如果镜头 其实可以看看 镜头过来这边 那我站在那边 对了 一个对角 对角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厅是有多大的 是的 所以说呢 其实这个厅是非常之宽的 嗯 梳化呢 到时是放这边 这边可以做电视场 你看电视也 都放在这里 是的 那这边的话 也可以做一个屏风位 那边做饭厅 是的 所以说这个布局挺不错的 嗯 是啊 我看到这个阳台 非常之大 是的 因为它和厅的长度 是一样的 都是五米七的 嗯 而且它闊度是到一米五的 嗯 那这边就放什么呢 放一个 洗衣机 对 洗衣机就是做一个洗手台 是的 是的 终于还有一些险子 对 而且这边有好处 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 因为呢 有些发电商 这边不做墙 直接拉到这里 做一个栏杆 嗯 其实洗衣机到时放这边 会面临的 是的 会有些雨水打入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就可能洗衣机 很容易 很骯髒 是的 而且他们的寿命 寿命会短暂很多 所以这个位置都是一个细节 基本上在大陆看到有这么宽的一个露台 都是要去到120平方以上的单位才看到 这个的话才是97平方 97平方比我感觉上就好像做到一个1300尺的单位 这边其实利用空间很多 首先看看这边 这边的话就是细手盆 这边可以放检 这个设置真的挺好的人性化 放检 这些收纳空间都充足的 顶上这些都是交纳标准的 都会有射灯 这边是细手间 细手间的话这边就是马桶 镜头给大家看看 这边就是马桶的空间 这边就是浪浴区 浪浴区是比较长一点的 所以不会很窄 这边有枪 到时交流都是用这种磨砂枪 这边还有扶手 其实我见到很少发射商在细手间 会装扶手 有扶手是一种非常好的 因为是照顾长者 那些不方便的 就是这样的 而且进来这边就是房间 房间来说 这个房间的床 不会放到很大 只能放到1米5的床 可能再放一个衣柜在这边 对了 我们去看看另外的两间房 先和大家说 这些交流标准都是有吊顶的 这边的房间是大房 但不是主人房 客房 也很大的 首先它也可以用这个飘窗位 即是床 可以拍到这边 而且我也留意到 这个飘窗位不会很高 所以在利用率上 非常之好 如果你太高的飘窗位 其实后期的利用会低很多 而且这边也很光猛 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有开灯的 而且现在所有的发射商 基本上越多 都是配备了新风系统 率先来说 就是保理 这个发射商 是用得最多的 而且也是最率先去使用这种系统 是的 可以令到你现在健康 健身仅居住 是的 现在人对健康生活的要求越高 那看回这个主人房 主人房的这个位置 也是放一张床 主人房最特独的一个支柱 就是镜头这边 这一个位置 就是可以做到一个衣务间 是吧 比如男主人的在这边 跟着女主人的在这边 所以这里有一个衣务间的位置 其他东西在这里洗手 这个位置的话 也是一个能遇 一个位置 它也是做了这个扶手 这个扶手位 都是相对于很人性化 其实看到这个发展商 就是洗手间 可能有时会比较滑 或者可以捉住这里 这样的话 也不会有其他的 有什么不好的在这里 好了 OK的 我们走出去 再看另一个示范单位 Ben 这个示范单位 最大的亮点 是一个厅的设计 对 是 这个环厅设计 其实很少会做到 这样的厅设计 嗯 没错 好 那我们来看看客户型 嗯 今天是星期四 星期四 是的 星期四 也有人过来看楼 走着其实也有很多人看楼 这两个是 7平方的两房 那边还有一个97 是的 总共是两梯六户 是的 其实只是三种户型 那边还有两种户型 就是一种户型 是的 这两个电梯位 是的 那这边的空间 我觉得是很舒服的 因为这个921平方 的话 这两户人家算是一个 比较独立的空间 嗯 因为我们刚才过来这边 会经过一个防防门 嗯 是的 所以其实可以后平在这里 是的 其实也不用摆鞋柜了 里面已经有很多了 是的 如果是踩单车 摆布单车 现在都很安全 这些小区 都是公民式管理的 那 那 那这里的交楼标准 这栋门 是非常之硬 对了 没错 接着的话 采取一个四核一的一个 一个门锁 这里是指纹 然后这里是密码 以及帕卡 下面的话就是锁匙 是的 对了 喂 阿斌有没有听过美芯 美芯 中秋节我听过美芯月饼 哦 其实这道门是用了美芯的品牌 其实美芯是中美合资的 在国内来说 美芯门是很出名的 我觉得很多香港朋友都知道 美芯月饼 是的 美芯月饼 这边的交楼标准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不跟大家 详细介绍太多 嗯 是的 这个听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的 首先和大家说一下这些场 可能有观众朋友都留意到 这个场挺好的 那就是非常不好意思 因为这里不是交楼标准的 是的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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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包边 或者电视墙 其实的话 千万两千元都搞定 嗯 这些的话不要紧 这些个性化的一个装修 看回每一位客户的一个需求 嗯 是的 还有这边饭厅 放的一个四人位 其实都够的 嗯 那看看厨房这边先 厨房这边的话 首先这边是放雪柜 都是单门的雪柜 那这边呢 这些都是交楼标准的 都挺深下的 那是华大的三件套交楼标准 还有这些吊柜 下面这些抽柜 都是 那这边还有收货露台的 放小衣机 对了 放小衣机在这里 还有去水位也留在的 是吧 非常之方便 这个户型挺好的 可以做到一个收货露台 是的 其实 不影响景观位置 是的 没错了 那看看这边客厅 那客厅的话 其实这边的开间 是3.5米的开间 嗯 所以非常之宽 那其实可以参考 刚才我们看的 那个 77平方那个 嗯 那个是3.4的 这个是3.5的 是的 所以其实和刚才那个 会大一点点 嗯 我们看看阳台先 嗯 嗯 嗯 是的 阳台的外景 你能看到 都是舒服的 那其实 平山新城的话 都一直都有规划的了 所以其实呢 现在都是不断 有新楼盘在这里挖起 嗯 是的 这里呢 讲回这边 这边都是放洗衣机 那这些都是一个 楼座的插座 是的 那这个阳台 是一个 就是在镜头的 另外一边 会有一个90度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所以景观方面 会比较开阳一点 嗯 是吧 看内缘景 那其实现在卖的是 10栋 是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 示范单位的话 其实我们是对标 10栋的户型 是一样的 嗯 11栋的话 已经是卖光了 嗯 OK 先看看房间 是的 看看 谢谢 进到来这个位置 它并不是一个主人房 洗手间位置 设置在这里 也都是 就是 这里是一个洗手盘 比如的话 可能 就是上班 拆牙的 然后它一样就不会影响到 是 干湿分离 所以非常之好 OK 再进到来 在这个房间的位置 这个房的位置 这个空间 就是 1米5床 1米5床 都没有问题 然后最重要的 设置这些房间的话 就是要懂得 如何去利用好 它们每一个位置 OK 看看下一个 嗯 这边的话 中间呢 其实就会有一间 小房来的 这个儿童房 或者做 就物房都可以的 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 同样它也有飘窗位 所以在利用上面的话 可以怎样做呢 好像 做私人订队 就是 将床 去利用 那边的飘窗位 你的床 就会拍到那边 就会大很多了 就是这样 刚才有 Ben 其实介绍了这边 其实我理解 91平方可以做 两个主人房 在这边 你后期改造一个家导门 这边又是一个 单独的主人房的空间 是的 有肚子的 兼且做了干湿分离 这个91平方 双主人房 是的 再看看这个真正的主人房是怎样 观众朋友看到的这个主人房 又是一个衣帽间的设计 就是它做到这个衣柜 就是这个空间 这样的话 你再进去 然后洗手间的这个位置 也是整个洗手间的空间 就是施展的这些动作 也是没问题的 就是的话 都是这个很温馨的设计 然后再进来 进来的这个房间 一个米5或者米8的一个床 是的 也足够的 其实这个房间 我觉得 只能够放米8的双人床 然后加一个床头柜 两个床头柜 是的 因为其实有衣柜 有衣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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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这个是91平方的 是吗 三房呢 两个洗手间 是的 那我们现在卖的是10座的 是吗 是的 那我说呢 10座其实还是一个真正的交流标准的示范单位 嗯 没错 所以观众朋友不要走开 我们现在即时上去 是上到现场 没错 看一看这个景观 OK 好 那我们观众朋友不要走开 好 那镜头观众 那我和Ben 就上了这个10座的交流标准的示范单位 嗯 对吧 那镜头跟着我们来看看 那这里有门铃的 门铃也是交流标准的 那首先这里也是一样的 交流标准和刚才看到的11座的示范单位是一样的 所以我也不打开给大家看了 那这里的场面 都是交流标准 是余交7的 是的 到时是这种交流标准 是的 那我呢 基本上你看到这些都是交流标准 吊顶 上面会有灯带 都很漂亮的 这种 还有这些插座 都是留在这里 包括后期你安装电视 多大 75吋 都没问题的 是的 那其实呢 这个图形我最大的卖点 其实就是这里 是的 就是这个景观 是的 没错 那我呢 这个景观的话 非常之正 是望海景的 是的 那我们这个单位 九十一平方 其实望周围的视野很开阔 是的 那其实大家都看到 平沙新城的话 真的是一个非常之有大潜力的 大发展的一个地方 嗯 没错 没错 那那前面 那里 那个桥灯 大家很熟悉的 所说到的 这个黄茅海大桥 是的 大家看看 黄茅海大桥 你看到 都在冬宫的了 在这里 这样的了 所以这里 给我印象 就好像以前的河河新城 是的 十年前的河河新城 没错 以前河河新城 也是这样 很多空地 很多这些荒地在这里 亦都是几年时间 这样的话 就蹦蹦蹦蹦蹦 就不停伸起身了 嗯 所以如果政府对这个地方 有发展的话 他就很快完成到 这个 基本上的一个蓝图 对面到一个实质的东西 是的 再看周边的规划 那前面的话 就是一个室地公园 是的 那边了 其实已经成了形了 我看到 那边 这边 已经成了形了 所以我觉得 这边是非常好的 好在什么呢 政府先帮你搞定 这些基本的配套 公园 路 这些全部是政府 先帮你搞定 是吧 发展商再入场 再来搞起附近的 这些基本的配套 包括这个楼本 都配见有一个商业的 幼儿园 对不对 所以教育方面 也不用提 是的 以及那个商业 前面的话 亦都是规划一个 商业用地 是的 前面那边 空地那块 其实会有一个商业用地 包括将来 好像规划 会建的商场 在那边 而且了解到 这边发展 右手边 现在这个楼 这个楼 现在挡住了 其实那边 还会有一个湿地公园 嗯 这里的话 就好像一个度假城 是的 所以我觉得 将来这边的潜力 非常之大 嗯 因为现在来说 价格相对比较低 是吧 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 爆发的机会 嗯 没错 那我说 基本上这个91平方 的话 现在货量 就不多 那我说 其实97 和77 其实我都很推荐大家 去考虑 因为 都是看回银马的预算 其实我反而觉得 两房那种的话 在市面上 会比较吃香 是的 基本上 两房这些户型的话 它无论是 上车门冷 以后转手出去 都是非常之轻松 是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之不错 那我说 现在来说 10栋 都已经是开放了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 还会有流层 现在还有流层 所以镜头前的观众 有兴趣的话 就会比较快 对不对 对 所以说 了解到 现在还有一栋 其实都是在卖的 就是四栋 对不对 四栋的话 其实都是有房源 所以我们有兴趣的朋友 都可以关注四栋 因为四栋是偏向大面积 而且了解到 亦都加推了121平方 没错 很互形 大四方 OK 我们和观众朋友 一起了解一下 好 Ben 我们现在来到12栋 3楼示范单位 12栋 其实和4栋 现在卖的4栋 即数是一样的 对 没错 先看看这个95平方 303 03 其实和刚才我们看的 对面的97栋 其实有些类似 但是在鞋柜上 这边会有些不一样 也会小一点 对 对 其实放的空间也足够 对 这里 这边 左手边 这边就是洗手间 和干湿分离的洗手间 对 镜头 其实我们这个户型 不需要介绍太多 因为和刚才我们看的户型 是一样的 对 对 所以 这边就是房间 房间做得很温馨的 一个粉红色的风格 即是家里这边 如果有女儿的话 这种暴调 这个是公主房 对 公主房 对 再看看这边 对 饭厅这边 和厨房这边的联动 是非常好的 你主人转送 直接开门出来 是吗 联动是非常好的 嗯 对 大家其实最主要看 这个户型 在摆了傢俬的情况下 它的空间感是怎样的 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种风格 对 如果喜欢的 观众朋友 它这里做了 比较偏向中式 如果你做现代化的那种 梳化 现代化的风格 其实都不错 对 最大的买点 我觉得都是这个阳台 对 这个5.7米 超大的一个阳台 对 非常之长 对 其实你可以放很多东西 在这里 兼此 这里有个转角位 这边的位置 这边又开阳 这个视线开阳 对 做一个茶室 聊聊天 看看风景 对 对 看看房间那边 这边 这边 刚才已经设计了一间公主房 这边只有两间房 其中这间房 这间房属于中等规格的房 你看到 1米5的床 两个床头柜 对 加上衣柜 都没有问题 所以在空间上 是绝对足够的 对面这边 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 可以看到 这个过度很阔 在放了一张 这么长的床 的情况下 这边依然有充足的空间 这个床 是放小了 其实你会看到 床头柜还有空间正余 所以要说 你放一米8的大床上去 都没有问题 而且这边还有 飘窗位 全赠送的 就像他那样 放一张茶桌 然后 放两张椅子 坐电 有日式的感觉 对 非常不错 这边主人房 就是这边 非常大的衣帽间 这是两边的衣帽间 对了 非常之好 但是交纳标准的时候 它是没有这个衣柜的 但是它留了一个空间给你 对了 你只要按着这个尺寸 去订造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就是 这个洗手间 洗手间空间很大的 主人房 而且它的洗手盆 都拉得很长 这边的话 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 牙膏 牙刷 浪口杯 这些全部放在这里 以及镜柜这些 都是充足的 嗯 非常不错 然后这边临着区的位置 都够小 即是足够的 这边也有扶手 然后这个窗 其实这个窗 是有点小小了 如果大一点就好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 195平方 最大的卖点 有两个 我觉得 第一个就是这个 主人房的衣帽间空间 有一个很独立的衣帽间 95平方 通常有这样的格局的话 至少要去到一个 1000呎以上的单位才有的 要去到120 103 这些才有的 还有这种厅的设计 对 环厅的设计 可以 没错 用好到每一个 每一个位置 对 这种厅的设计 给别人的感觉 一进来的家居 会很大 是的 一进来 我完全不相信 这个是95平方 是的 一开始我都以为 是120多以上 对 那旁边那边 还有一个94平方 是的 那格局就不一样 那我们过去看看 那这个94平方 进来看看 94平方 这些是标配的 这些 放鞋 植物 这些 这边的厅的设计 是树厅的 然后这边是阳台 我现在已经有些风 是吧 嗯 所以在潮南这边 这边 通风彩光都非常好 这边是外景 哇 低流层也很射风 是的 我们这个示范台 是特意关系全屋的灯 是为了就是要呈现给观众看 我们在日头不开灯的情况下 它的彩光性是怎样的 是的 是了 没有开灯的 这边的厨房上面 看看 厨房的话 就类似 我们刚才看的那种 91平方的厨房 这边的话 这边是单门的雪柜 还有这边有油烟机 露台 还有这个消毒柜 还有这边是生活露台 大家可以看看 放一个大的洗衣机在外面 就没问题 嗯 再看看房间那边的布局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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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到来的话 这边是动静分区 有一个小特色 就是这个紧映的小夜灯 对了 就是晒黑的话 可能要去洗手间 这样 就可以有些照明在这里 嗯 对了 这边是洗手间 来的 洗手间的话 这个洗手间 大家看起身会有点暗 首先主要是因为它用了磨砂玻璃 其实这边的话 就是通到外面的位置 可以看到生活露台 生活露台那边 其实这个洗手间是不小的 你看到这边 其实很充足的了 这边的马桶 这边的位置 又留了好两边很充足的位置 还有马桶这边 又有去水位 所以这个洗手间是不小的 然后对面的话 就会是一间房 这间客房 大家看到的都是彩缸 非常棒 这个就是一个蓝向的客房 是 大家看回这个布局的话 米5床 三边下床 都是没问题的 耳铁的话 还可以放在多一个衣柜 是的 我觉得这间房子都够用了 那镜头呢 我们跟大家讲一讲这边 这边的话就是小房 也是公主房 是吧 儿童房 你不喜欢的 那你做宅物房 什么房都可以 是吧 其实的话 你会看到它这种设计 把床放在飘窗位 你看一下 高度和床高度是一致的 所以这种就是可利用的 是吧 所以飘窗的话 利用起身就非常之好 然后这边是主人房的 主人房这边的话 洗手间的话 布局和刚才看的这类似 这边是一个转角位的 一个偏向长方形的一个 所以空间上面是足够的 是足够的 OK 那这边还有扶手 那这边是洗手盘 这边是主人房的空间 依然看到的这个主人房的 这个彩光都是非常之光猛的 和刚才的那个空间 是大了少少的 就是三边落床 三边落床 主人房的话 可以放在米8的床 是吧 其实你看一下 它放在这样的床 其实还有空间的 这边的话 都已经有三四十公分 所以你这里放的衣柜 还有空间剩的 是吧 哪怕你买的两米床 其实也够 是啊 所以这间主人房的话 也是够用的 那你说的话 一个95 一个94 这两个算是 这个小区里面的一个 适中的户型 是中等的户型 那其实的话 现在四度的话 是特别推出了 一个121平方的 一个超大型四房 也是小区最大的户型 OK 我们先去看看 就是在旁边的 其实你看到走廊 也有彩光的 这些窗 这些窗也是有的 那这边的话 就是瓶死户 这个是121 121平方 那你看到 楼门口 这些都是交纳标准的 会有挂钩 就是买送回来 就挂在这里 很重的 你要脱鞋 或者是雨傘 其他什么都可以 那这边就是一个 一个多重的收纳柜 是悬关位 我大概这样揭开 给大家过眼 也有椅子 这些 哇 这里放了几多对鞋 我数都数不到 有20多对 OK 助力扶手 那进来这边的话 是有入户花园 室内花园 那这边的话 其实又可以做 做什么呢 就像他做了一个机房 就是电脑 打机在这里 是吧 或者你做麻雀室 我们其实在这里 叫这种空间 叫做多功难房 嗯 因为你可以很 自由发挥 可以发挥 所以也是不错的 要捉住人家 对了 那这边 对面这边呢 是厨房来的 厨房这边的话呢 都是一样这样的空间 那是单门的雪柜 是的 那这边是厨房的 L字型的厨房设计 非常之不错 是的 也有窗 那这个窗就会大很多 所以在厨房那边的话 你洗 切菜呀 煮饭呀 都不会暗 还有彩缸呀 通风性呀 都非常之好 是的 是的 那我们看看厨房这边 冷观众朋友 这个120多平方的 这个就是蓝不对蓝 就是大家看到的窗 是开着的 依然都是非常之凉爽 是的 整个厨房是很光猛 是的 其实镜头都看到了 我们都没有开灯的 是吗 现在是三楼 如果是高楼层 我说中楼层 你可想而知 是多么光猛的鸡屋 是的 是的 这边饭厅 特意用了一个圆形的饭桌 这个其实还可以摆 一个更大的圆形饭桌 因为其实这里放了一个餐前桌 可以让你放东西 让你装饰 如果你不要这个餐前桌 你这个饭厅是很大的 十几个人 十个人 好像我们过年吃团圆饭 十几个人 坐在这里吃饭 也没问题 还有这边呢 这边是最小的阳桌 最小的阳桌 也有三米三 是的 三米三 这边放在洗衣机 这边是一个12栋摄运单位 所以那边是看内园景 其实去到四栋 它也是看内园景 四栋那边的内园景 楼下是那个萌宠乐园 刚才我们在沙沛有介绍到 就是如果你有养宠物 可以去那里放狗、放猫 然后这边就是客厅 这个客厅很大 是的 坐得很舒服 是的 其实已经很长了 就是这个 看电视 这个距离 是很符合到 这个基本的一种电视距离 因为看近会容易近视 看远的话 又会影响观影的效果 然后这边也是用了这种 双层玻璃 对 就是可以隔辐射 隔音 隔热 这个景观阳桌 是三米八 三米八的开间 对 所以这个阳桌也很舒服 双龙桌设计 121平方 再看看房间里面的报告 就好了 而且也是有感应小夜灯 感应小夜灯 是的 即慢黑的话 去洗手间 或者有时慢黑出来 拿点东西喝 去厨房 在厨房 在外面 一定要经过这条冷行 所以有这个夜灯 不会 即慢黑撞到哪里 嗯 嗯 那这里是洗手间 是的 洗手间的话 也很舒服 其实 没有压迫 这些 是的 那 这里又来到我很喜欢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洗手间里面 有飘窗 因为有飘窗 首先这里是送的 对不对 又可以放些东西 其次的话 我这里的空间 伸手 转身 空间上面又宽很多 是吧 有很多 非常好的好处在里面 然后这边的话 是木地板 是的 强化木地板 这个空间上面都够了 都是放到一张双人床 两个床头柜 票窗位 这边的楼 一个60公分的一个衣柜 都够了 这边的话 看回这间房 观众朋友 刚才Mark说的 这个 用到窗台的空间 就例如这样 这个的话 它就设计成一个儿童房 就用到这个窗台的空间 然后的话 这些柜 和这些柱纳的东西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做了一个 订阅的一个书台 这些收留空间 是的 这间是烂小房 是的 不可以全部是公主房 哈哈 那这个主人房 哇 这个主人房真的大 一进来之后 你会看到 两个床头柜 全放进来 这张床 去到两米的床 两个床头柜 还有空间剩余 所以说 这间房间真的非常大 这边是飘窗位 彩光又很充足 嗯 还有每间房都会有新风系统 有逢蚊虫 有防御水 这些新风系统 你不用担心 会不会有些虫进来 因为其实它里面有过滤网 其实它都会撞到斜度 那些水是不会流进来的 其实最后达色 我觉得是Ben哥的位置 嗯 是的 刚才又是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衣布监位 这个圆瓜 进来的话 这些的话 就是放些牙策 没入炉 跟着也都是有些储物空间 跟着这里的话 也都是有一个扶手 这个扶手是防滑 防静电的一个常温扶手 还有这个窗台位 包括可以紧张一样 也挺舒服 OK 基本上我们主要介绍了 有六种户型 对了 六种户型 其实有两种户型是很类似的 就是94 95和97 其实很类似的 嗯 所以说 大家户型就这么多了 其实我觉得是 看回自己的预算 如果想上车盘 这样的话 两房单位 就很适合的 如果想要一个 度假式的空间 即是回来 可能会住一下 会上在这 或者又考虑 以后退休 是的 养老 我觉得其实可以考虑 这些121 或者90多方 这些适中的都可以 是的 最主要看回自己的预算 我觉得 是的 是的 其实的话 这个盘 这个地段来说 现在也是 整个珠海的 一个最低水位的地方 是的 而且我现在了解到 之前有些特价房 去到9千多元 一方 其实后续的话 都会有这些特价房出来 但是 镜头前的观众 一定要订阅我们 追踪我们 我们在有这个特价房 第一时间就可以联练到你们 没错 没错 这边基本上的户型介绍 就到这里 我们去下面 再跟大家讲一讲 梳理下这个楼盘的卖点 和价钱方面 好 稍后见 观众朋友 OK 观众朋友 刚才看完这个示范单位 不知道 螢幕前的观众朋友 对于哪个户型 是感兴趣一点的呢 现在的话 我们就计算了一个单位 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是的 也是拿到一个 在我觉得 比较好的一个单位 就是97平方的 那个环厅设计的单位 嗯 这个是10栋上面的单位 17楼 嗯 其实这个单位 都可以看到海景 嗯 是的 而来说97平方的话 这个折扣非常多 因为现在都是一个开盘价 嗯 首先的话 有个98折 还有一个3万底 一个95折的一个团购价 嗯 还有个98折 和99折 折下来的话 这个总价成交价 就是108万而已 是的 97平方 成交价108万 是的 唯下来的单价 就是一个11000多的出头 嗯 如果这个价钱上面的话 观众能够 或者我们的顾客 可以在7日之内 给清这个首期 其实还可以享受 多两个点的优惠 嗯 所以说 现在的话 折扣非常多 嗯 且如果现在买楼 还会有我们生效的 玻璃蛋 嗯 会有冰箱等等 这些 有些礼包 但是如果我们抽不到冰箱 也无所谓 嗯 因为我们有一个中居八大家电 嗯 是的 所以说这些是非常大的优惠 嗯 而且也了解到 现在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政策 就是可以港子公楼 嗯 这个保理碧桂园的新城之江的话 已经和香港的一个工商银行的话 已经签订了一个合同 嗯 所有香港的朋友 如果购买新城之江一个楼盘的话 可以直接在香港的工商银行的话 做贷款的 嗯 是的 即是直接去到香港那里 递交贷款 贷款手组 是的 那非常之方便的 特别是现在疫情的情况下 是不是 买楼没有办法过来 那其实所有的手组 都可以在香港办理的 嗯 非常之方便 那其实说回这个楼盘的话 其实它也有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水位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单价才是一万一出头 也是目前来说 整个朱开的最便宜的一个价格区地利 甚至乎你在中山都买不到这个价钱 是的 没错 那来说的话 现在平沙新城的话 现在的发展前景非常之好 嗯 也是按照航空新城的一个规模 是的 作为毛板这样去打造 是的 所以过后的几年 五年后 十年后的发展 其实大家就可以copy 航空新城 现在有的一个情况 就可以了 是的 没错 这个非常之好 我觉得这个价位 和这个楼盘的质素等等 嗯 如果镜头前的观众 对这个楼盘有兴趣的话 可以继续follow我们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继续将会提供大家 更多的一个讯盘 如果有兴趣 这个楼盘想知道更多 详细的一个价钱 或者其他细节方面的话 你都可以撥打我们 右下方这边的电话 是的 那OK 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了 嗯 OK 好 那我们下期的话 将会为大家 继续带给更多的资料给大家 嗯 那这期我们就 拜拜了 好 拜拜 拜拜